1979年,我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迅速取胜,但这场战争中,越南竟隐藏了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 当时,越南拥有2000多架战斗机,如果投入使用这支空中力量,战争结果很有可能被改写。 然而,尽管在与我军作战中承受了重大损失,越南政府仍未调动这批战斗机参战。 那么,越南为何没有使用这张明显的战争王牌?这批战斗机又是从何而来?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当时,越南军队多次越境进入我国国境,骚扰边境居民,导致中越边境局势日益严峻。 为捍卫国土安全和维护国家资严,1979年2月,邓弓果断下令发起自卫反击战。 2月17日,反击行动正式打响。 在仅为期28天的战斗中,我军深入越南境内40多公里,达到其首都河内附近,完成战略目标后开始有序撤退。 但越南方面并未停止挑衅,自卫反击战一直持续了近10年。 直至1989年,越南新任领导人阮文林向中方求和,双方关系才进入正轨。 尽管越南在中越战争期间节节败退,但令人惊讶的是,越南还隐藏了一股强大的空中力量没有投入使用,这股力量向世界隐瞒了44年之久。 事实上,越南空军当时拥有2000多架世界领先水平的各型战斗机。 这一庞大空中力量,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单机性能来看,都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全球许多空军的水准。 即便对我国空军实力而言,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优势与其抗衡。 而提到越南空军的形成和大批战机的来源,则需要回溯到二战结束后越南的发展历史进程。 二战结束后,越南又陷入法国殖民统治。 为争取民族独立,越南爆发抗法战争。 考虑到两国传统友谊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我国政府决定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 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最困难的国内形势下,我国仍为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和生活物资。 枪制、子弹以及火炮等大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从我国运入越南。 另外,我国还派出军事顾问深入一线指导训练和参与指挥。 数万名中国志愿军也被派遣越南,与越军并肩作战,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 正是在我国的全面援助下,1954年电边府战役后,北越政府获得决定性胜利,逐步击退法国殖民者的侵略。 在与法国签订和平协议后的短暂和平时期,越南开始着手建立最初的空军力量。 我国政府为助力越南的战后发展,向越南人民军赠送了多架运输机和爱诺45轻型较连机。 此后,为建设越南人民军空军,北越政府遣送第一批空军学员前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飞行技术。 中国和苏联作为主要的接收国,中国空军第二飞行学院与苏联各地先后接收了110名越南学员学习驾驶运输机和战斗机。 通过系统的飞行技术训练,这批空军学员为越南人民军空军奠定了基础,对其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0年代后期,越南逐步建立起本土的飞行员培训系统与空中运输部队。 但越南局势并未实质和平,南方政权频繁挑衅。 1962年后,美国又逐步介入越南事务,导致越南再起战火。 面对形势,我国继续坚定地支援越南人民英勇抗争。 在多年援助期间,我国向越南提供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大量军事物资与专家支援。 多名中国战士为捍卫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现身,他们年轻的生命终结在越南这片异乡。 在此期间,苏联经历了领导层变革,其为争夺第三世界影响力,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也开始持续向越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1965年,苏联大规模地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这对增强河内地区的防空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总额也大幅提升,占其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 此外,苏联还向越南供应技术水平较为领先的米格21型战斗机,其性能和作战效能在当时均属较高水平。 相比之下,由于当时制造业水平所限,我国提供的初代歼5,歼6型战斗机与米格21相比,性能存在一定差距。 但在与美制F4型战斗轰炸机对抗时,歼6仍能发挥作用。 尽管北约空军面对美国空军先进的技术装备与数量优势,作战情况极为困难。 但战机部队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战法,突破美军编队进攻弱点,逐步在空战中取得战果。 多年战争期间,北约空军击落的美机不计其数,美方数百名飞行员也在任务中遇难或被俘。 在越南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历程中,我国和苏联各自发挥了不同的力量,北约部队最终抵挡住美军进攻,保卫了国家独立。 战后,美军在仓促撤离过程中,在南越地区遗留了大量先进飞机,这批飞机的缴获成了越南空军重要的补充力量。 70年代后期,苏联又援助越南大批米格系列战斗机,使得越南空军规模进一步扩大。 到中越战争前,越南空军的各类飞机总数已达到2000多架,这除了中苏曾在不同时期提供的1000多架战机外,还包括战后缴获的每只飞机700余架。 可见,尽管越南空军起步较晚,但通过战争与外援,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内一直较强的空中力量。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尽管中越路上战场激烈交火,越南空军却始终没有派遣这股隐形的空中力量参战,其中原因引人深思。 越南拥有数量众多的先进战斗机,但这批飞机最终没有参与于我国的实际作战。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南空军的人才培养严重跟不上庞大的机队规模。 长期处于战乱的越南,国内并无系统培养高素质空军人才的渠道。 绝大多数越南飞行员只是经过简单的驾驶训练,仅能操纵性能一般的早期机型。 而面对技术复杂的新式装备,无论是飞行操作还是日常保障工作,都严重依赖于外国教官的支援。 但随着中越爆发战争,越南与我国的关系破裂,苏联又因国内经济下滑自顾不暇,这种外援骤然断绝。 再加上地面战场形势严峻,越南高层无暇顾及空中力量的运用。 最终,缺乏独立作战能力的越南空军只能沦为静态展示的空中花瓶,这无疑成为越南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地形条件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越南拥有数量优势的空中武力,这也是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的一个重要考量。 中越边境地区地貌复杂,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可起将飞机的空旷场地稀少,这直接限制了固定翼飞机的低空突防和机动支援。 当时越南主流的米格21、F5等机型需要足够跑到长度起飞,且武器携带量有限。 它们很难适应边境地区的复杂环境,对地面目标精确打击困难。 丛林,山体的遮挡也容易使飞机暴露在来自地面防空火力的袭击之下。 相比之下,我军运用大量榴弹炮等轻型火炮组合,形成精准快速的打击网,反而更契合当时的交战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军队屡战屡败,因而采取一些非正规战术。 其中,越南妇女也被组织起来参与战斗。 部分越南女兵化妆改扮,伪装成孕妇或民工,在接近解放军营地时热情招呼,假装提供地图标识,取得官兵信任。 我军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突然开枪扔弹,对解放军战士发动袭击。 这一偷袭战术让我军伤亡惨重。 在击战过程中,徐室友将军果断下令调动重型武器反击,我军炮兵部队对量山越军重要据点实施了密集轰炸。 这在有限时间内摧毁了敌军的隐蔽据点,为后续行动清除了障碍,因而打通了前往河内的交通要道。 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达到教训越南的战争目的后,便迅速有序撤离越南境内。 撤军途中,我军针对之前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物资设施进行了有计划的拆除与破坏。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北约地区的工业基地,这些设施多年来为越南提供武器装备保障。 我军工兵对其进行爆破拆毁,切断其电力供应,并使设备失去继续使用价值。 此外,我方在战前协助越南修建的公路、铁路设施也成为破坏对象。 此举一方面避免越南再次利用我方援助的设施作战,同时也迫使越方面临后勤补给的瘫痪,削弱其继续战争的意志。 此战役中,我军在许氏友将军的指挥下采取的这一重要举措,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 而我国通过地空一体的防空体系在与越南空军的较量中占据了主动,也使越方不敢轻易启用自己拥有数量优势的空中力量。 我国边境地区在战前便部署了防空导弹和雷达系统,这对越南空军形成了威慑。 我军又在边境配备了多个防空导弹旅,可对越南主力米格基形成威胁。 同时还布设大量预警机场和侦察哨所,实现对边境空域动态的实施监视,为我国空军的空中反击作战创造了有力态势。 而我国一直主张此战为有限度教训性质,只要越方不主动出击,我方也不会轻举妄动。 在这样的战略与部署下,越南空军的行动受到严密制约,难以随意出动。 1987年,我军还成功击落入侵侦察机并逮捕越南飞行员陈尊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境空域的实际控制。 此后中越关系逐步缓和。 尽管越南空军曾一度实力强大,但在政治经济多重压力下,它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 因此,越南空军没有在中越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空中力量的原因,既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也反映出越南自身在使用和维护这批装备时存在的困难。 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我方的胜利告终,而这场战争的爆发与过程反映了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军事实力的积累并不直接转化为国家利益的实现。 而真正让一个国家强盛与持久的,是科技与经济的进步,是人民与政府的团结,是开放与包容的社会环境。 这些软实力的积淀才是国之基石。 如今时过境迁,越南空军的战力难以与当年相比。 尽管越南曾与我国敌对,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要走到一起。 我们呼吁越南政府积极合作,在边境及其他领域推动交流,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才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东西。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